今年學測考生將在3月21至22號 報名大學申請入學 而有專家分析 由於學測報名人數增加 招生名額減少 以及重考生又是近三年來最多 因此預估今年頂尖大學的理工學系的競爭 會比往年更加激烈 也建議自然組了考生 同時準備申請入學 以及分科測驗比照保險 避免高分落榜 學測考完後 今年準備報名大學申請入學 想要擠進頂大理工學系的考生 要注意了 專家點出兩大關鍵 得好好評估 不然會有高機率高分落榜 考生們務必注意 今年理工科系的競爭前所未有 這個重考生增加非常多 這主要是新的科技的變遷 使得這些可能在社會上 已經都已經有經驗的發現 不重回校園充電不行 而且這些永回來的重考生 都是高手 今年學測除了重考生有明顯的爆增之外 另外根據大考中心統計 今年學測考生也比去年還要多 其中自然組考生就增加了3000多人 非應屆畢業的重考生也多了2450人 是近三年來最多 但是申請入學的招生名額 卻比去年少了2357人 因此專家也分析 頂尖大學理工學系的競爭會 較往年還要激烈 建議4科落在51至60級分的自然組考生 要同時準備申請入學 以及分科測驗 比較保險 今年看起來級分會稍微提高一點 不夠理想 那當然還是要準備分科 因為學測那邊的名額還是會回流 寧願多準備ECA 避免最後落榜 沒學校可念 今天綜合報導